把白糖倒入滚烫的油锅里面 出锅变美食 这波操作很多人都没有接过 今天我将用山芋和白糖来做好吃的 这是一道传统老菜 但今天的做法有点不一样 我妈从树上接了几个地瓜 你看怎么给它做 地瓜山芋吧 对 山芋 可以的那个拔丝山芋可以吗 就是甜的可以吗 甜的 还有其他地方吗 就这个最好吃最经典的 可以 山芋去皮以后清洗干净给它切成这种大小均匀的滚刀块 边滚边切 这种刀法称之为滚刀块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搞了半碗白糖 备用 起锅烧水把切好的山芋放入锅中给它焯烫几秒钟 去除表面的粘液 然后用冷水锅一遍 控干水分 在表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 这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首先起火热锅加入稍微多一些植物油 勺子推动让油受热均匀加快升温 当油温到达七成热 我们倒入山芋给它炸一下 用这种进炸的方式把山芋给它炸到断生 锅产翻动让它受热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挑一块比较大的拿出来看一下 用锅铲切进去 看到里面还有一点硬心 就差不多了 重新把锅放到火上面 然后把白糖直接倒入锅中 这一步操作叫做油底橙浆 也叫做油底拔丝 这时候把火调到最大 勺子推动让它受热均匀 当底下的糖浆到达这种浅浅的杏黄色 就可以把油沥出来 里面的糖浆还是留在锅底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关火了 我们用勺子给它翻拌 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 装盘 可以在盘底撒上一层薄薄的白糖 能防止山芋 以盘子粘连在一起 拔丝山芋 不一样的做法 也叫做油底橙浆 油底拔丝 你学会了吗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然后 他们从这里 进化 里面